欢迎收看104年6月13号星期六的港督新闻 我是薛婉珍 2015年台湾国际生命礼仪博览会 从6月12号到14号在高雄展览馆登场 为了突破现代人必谈死亡议题的禁忌 主办单位特别邀请南华大学设计主题活动 展出殡葬服饰设计绝选入围的作品 要以走秀的方式接受评选 选出新一代的创意兽医以及校服 身穿绣服的模特儿轮流上台走秀 将以麻布作为主要布料的衣物呈现在观众面前 你没看错舞台上缤纷颜色以及各种造型的走秀衣物 都是过去加油往生者才会穿着的校服以及兽衣 我们有一些美女走秀 那这个部分也都是鼓励同学 透过不同的创意大家提出不同的过想 让一些礼仪的一些服装 能够让大家更能够接受 突破现代人必谈死亡话题的禁忌 南华大学策划这次殡葬文化创意展 从6月12号开始在高雄展览馆展出 而为了选出校内兵葬服装设计决选的得奖者 校方也特别邀请到同属嘉义的时尚造型科学生担任模特 就是刻板印象都会觉得就是过世往生的人穿的 对那这次会想要就是刚听到大人会怕 但是之后看到服装然后去尝试去穿它 然后去走秀其实就会觉得就像服装秀一样 谭言一开始接到这场走秀活动心里都有点不知所措 但南华大学的学生将富有浓浓中国风味的旗袍 还有环保设计里面的衣物 融入在校服以及兽医的作品中 确实给人一种颠覆以往认知的感受 港新闻 潘志光黄子倩 采访报导